我的姿態都很旁貝 我教了15毫用阻力帶做運動 剛巧有一個客人在 他又說 咦 我又想學 不如今天我們用少許的時間 去做幾個動作 好 好 不如康正同學 因為康正也有做健身的 他很健碩 而且他整個感覺都很能力 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越來越健康 除了要做運動之外 都要吃我們的食物 好 這個是15kg 這個是5kg 因為康正沒有玩過 我們先感覺一下他 感覺一下他 是了 第一個動作 其實要 好了 我準備脫衣服了 嘩 好 看看吧 美不美 OK 好了 體性能教練 最重要是令到你自己有 有這個好的狀態 還有好的身形 還有可以給大家一個 Energetic的感覺 好 第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快速激活我們的肩 背 整個上半身 把手 就放在我們的大腿前面 手臂打直 好 接著我們要做一個半圓形 拉去上面 因為我的繩是綠色的 接著去到頭頂的位置 繼續向後 給大家看看 繼續向後 拉去後面 這個動作可以幫助我們 快速激活我們的肩 背 薄 老人家 和小朋友 都可以做的 我每天都會做十下 出門前 這樣會令到自己 整個人 是自信 挺拔 做事都更加正向 康正有沒有感覺到 做所有的動作的時候 都記得 挺胸 收腹 感覺這個肩甲骨 後面有一支筆 你要夾住他的感覺 OK 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我們很多時候 發覺一些人 他是有少少這樣 寒背 他的脊椎已經是彎曲 而且這時候都這樣 大家坐在辦公室的時候 要留意的 因為我們經常這樣打字 就會這樣 變成喪屍 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地方 叫做深層頸屈肌 你摸一下 我可不可以摸一下你 他也是OK的 即是緊實的 如果你摸上去 它是鬆拋拋 可能這個地方 你要鍛鍊一下 因為它很鬆 你就會變成這樣 怎樣鍛鍊呢 坐在這裡都可以 我這個因為是15kg 我還用單邊看繩 可以試一下 我們把這條繩 放在我們的 後尾枕這個地方 即是最突出的 後尾枕這個地方 然後 看著 我們要挺胸 收腹 沉肩 肩膀不可以縮起 沉肩 接著用後尾枕 向後拉 一個脊椎 同時間 手向前 感覺到嗎 感覺到嗎 OK 回來 好 阻力帶 用力的時候 呼氣 然後 回來的時候 吸氣 好 這樣你每天做15下 然後做3組 1組15下 做3組 整個脊椎 會好很多 好了 今天先教兩個動作 下次有機會 再跟大家分享 好 做完運動之後 我們就要 銷售一下我們的產品 好嗎